终于有人把学日语的正确顺序说清楚了 日语到底该怎么学 下面点开这个视频的大家 对日语学习都是有想法的 那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看到什么 两过一过二三过一过一的视频 你信他还是信我日行说 看那些视频就觉得 哎呀我也可以 网上立刻下单一堆日语学习书 昨天背几个单词 今天看几栋漫 明天记两个假面 后天又去被语法了 这样东一榔头西锤子 没有方向目标的学习日语 学日语到困难了 于是就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没有点语言的天赋啊 其实学好日语真不难 但前提是你的方法和步骤是正确的 这个真的很真的 首先问你个问题 你想把日语学到什么程度呢 来三秒时间 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中 给自己定个目标 一 随便学习会两级就行 二 旅游自由行简单对话 三 日常交流 五字幕看动漫 四 商务绘画考级考证 你的目标是 好 以后不不要 接下来老师就教你们正确的学习顺序 一 学习日语第一步就是五十音了 就像你学中文要从拼开始 英语要从总表开始 作为日语发音基础的五十音 就相当于中文的拼金 上面这行读作 就等于我们中国的孕母 下面这类发音呢 读作 就等于我们中国的生母 在座的各位 久久成法表都背过吧 一个道理 生母和孕母相乘 就行 比如 再比如 了解 固理后跟着拼一样 拼起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中国人瞬间秒懂了 因为网上瞎交的营销号太多了 80%的内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狗看了都摇头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的问题 二 学会了五十音后 旧人会说 可以开始背单词了 确实 但你们是怎么背的 是不是跟着教材单词表 学一课背一课啊 总结的压力很大 每颗单词表那么多 根本背不下来啊 强迫症表示 不够然这一课所有的知识点 根本进入不了下一课 啊 硬着头皮背下来了 忘得还特别的快 所以 我的建议是 不要跟着教材背 决定像标志本教材 已经是20年前的书了 很多词现在日本人 根本不说 这一男老师有两点建议 一 优先背日常说话中 可以用到的 比如 这些日本人每天都在用的 简单又高频的单词端语 不仅可以立刻 开口说日语 增加成就感 而且因为动漫日剧 日常说话中 都经常听到用到 所以不容易忘记 二 要有单独 记日语汉字读音的意识 首先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日语和中文一样 汉字的发音 也是固定的 比如中国人 中国人 韩国人 韩国人 日本人 日本人 不会读过没关系 但你们要发现 人的发音都是一样的 都读作 所以当你知道 这个跟中文一样 再遇到生词 比如说人类 就能知道 人读作 单独再记一下 类这个汉字 在日语中的发音 就可以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呢 是日语的所有汉字 都是读音词 至少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发音 也就是 英读和韵读 但 如果你从零技术开始 就有单独去记 汉字翻译的意识 就会逐渐形成 自己的单词库 不要后学 一定越能感受到 游人游游 来 比如随便说几个日语 是不是不但能看懂 发音感觉 跟我们南方城市的方言 迷之相似呢 偷偷告诉你 这样的汉字词 在日语中占有 百分之五十这么多 怎么样 看了这个视频 有没有感觉到日语学习 有些信心了呢 第二呢 就是语法了 日语考级分为N5N4N3N2N1 五个水平 N1呢 是最高级 那大家知道 零到日语最高级N1 要背多少条语法吗 将近一千条 而且每一条下面 都能给你立出 好几种用法 如果你每一条 都当做固定句型去记 那我只能说 你 脑容量真大 真的不要吃 没必要的苦 老师觉得 N5N4打基础的语法 最重要 拆分理解 不记句型 重要一万倍 只要你把初级语法 理解扎实了 再往上的高级语法 对你来说 就是换单词 我好像个老妈子 真的操心了心呗 不过真的有人 拿了就走 一个赞都不给吧 是 有了基础的单词案和语法 就要说完整的句子了 最后一步呢 就是阅读和写作了 写日语作文 其实跟我们中文写作 一样的道理 你得肚子溜东西 才能写出来 因此 背文章是很有必要的 从文章中 可以找出觉得 可以用的日语表达 然后进行模仿 写的多了 这个就成你自己的东西了 那背课文嘛 一定要会读 所以老师呢 非常的推荐 跟读课文哦 就是录音模仿 说话的语音语调和节奏 尤其是自学的同学 老师也借过那种 学习能力很强的学生啊 一年就过了N1 语法单词学的都很好 但就是开不了口 还有同学呢 就口音特别奇怪 我还有学妹 学妹语言 肯定是长线做成的过程 保持兴趣 自我激励 快乐学习 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那样到这里结束了 不让你学费了吗